如果你有个位置较高或较低的肚脐 代表你是天生的游泳健将或者跑步好手 肚脐是我们的重心 当肚脐比平常人还高时 代表你的腰部比较长 重心也会因此提高 而这能让你跑得更快 如果你的肚脐较低的话 代表你的躯干有更多的力量 较长的躯干能让你滑出较大的浪 便能让你游得更快 成为肚脐英雄 灰色是地球上最罕见的眼睛颜色之一 如果你是那1%的灰眼人 你眼睛的红膜前部几乎没有黑色素 根据你所穿的衣服的颜色 你的眼睛可是能从灰色变成蓝色 再变成绿色哦 当你情绪激动时 瞳孔也会变大 研究表明灰色眼睛的人更好胜呢 你的眼睛是棕色的 那你就能够安心咯 很久以前 地球上每个人的眼睛都是棕色的 有些科学家认为 当时大多数人类生活在温暖的气候中 而棕色眼睛能更有效地保护眼睛 免受阳光的伤害 棕色眼睛的人非常善于需要快速反应的活动 比如拳击 足球或者打地鼠 蓝色眼睛的人善于学习 也善于策略思考 他们同时也善于高尔夫球和越野赛跑等运动 判断自己是否是变种人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自己的小拇指和大拇指相处 如果做出这个动作后 你的手腕内侧长出了一块细长的肌肉 那代表你很正常 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代表你有突变咯 你的变种人性能力是什么嘞 什么也没有 你以及15%的人口都失去了那条帮助我们的祖先 在树之间摇来荡去的肌肉 因为这已经是一个没有用的技能了 超过1.17亿人的手臂上 已经没有了这种肌肉 这算是个不错的提醒 告诉着我们进化仍在继续 而且这是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如果你有两层睫毛 代表你从你父母一方中继承了这个图片 也就是说 你的第16条染色体出了点问题 你很可能会有一副完整的第二睫毛 或者只是多长了几根额外的睫毛 不过在你开始羡慕起这种图片之前 请先记好 这可能会导致某种额外的撕裂 甚至会损害视力哦 90%的人的法旋是顺时针的 如果你的法旋是逆时针的话 你可能也是左撇子哦 科学家们认为导致惯用手和法旋方向 是同样的基因突变 有些人有双法旋 这种情况更罕见 欢迎见见我的法旋哦 扭转舌头的超能力很罕见 但这可不是遗传来的 如果你会说某种语言 或者多种语言 那么你的舌头可以折叠 卷起来 扭转等等的可能性也更大 幸运草舌是最难的 拿面镜子 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做到 面部明显不对称的人 比如一只耳朵 丙令一只更高 代表他们是天生的高效领导者 他们会表现出主动负起责任 激励他人 并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拍照时间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右脸比较好看 那么你很可能是工程师 数学家 化学家 或其他科学工作者 如果你觉得自己左脸比较好看 那么你更有艺术气质 只有2%的人是天生红法 如果你出生时是红头法 代表你父母都稀有这种基因 即使他们自己可能不是红法也一样 这些基因使红法人的疼痛法值更低 所以他们比金法、宗法或黑法的人 需要更多的麻醉剂 如果你有一个大鼻子 则你不太可能会过敏和感冒 大鼻子可以减少污染物和花粉 进入你身体中 并保护你的嘴巴免受细菌的侵害 古希腊人和罗马人认为 大鼻子是权力和力量的象征 如果你鼻子小 你更有可能是聪明工作 而非努力工作的那种人 你喜欢把事情做好 不会在一个小问题上浪费时间 如果你的鼻子向上翘起 代表你是个慷慨且多愁善感的人 家人和朋友对你来说 就是全世界 你打喷嚏的方式是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 如果你每次只会打一个喷嚏 并会将头转向一边 代表你是乐于关心他人 支持他人的人 如果你是大声且自我打着喷嚏 代表你是天生的领导者 你会确保一切都有做好 如果你是随身携带纸巾 并在打喷嚏时用手污住嘴巴 那么代表你是个细心善于思考的人 那种总是狂打喷嚏 仿佛在努力打破自己连续七个喷嚏记录的人 具有超凡的魅力和社交能力 他们喜欢激励他人 如果你有较大的额头 你取得大学学位的可能性更高 不过目前还没有证据表示这是否代表你比较聪明 科学家分析了头部大小 基因和智商之间的关系 但目前为止似乎真的是这样呢 如果你的脸是宽的而不是长的 代表你有更好的谈判技巧 这项技能可以帮助宽脸的人赚得钱 比窄脸的人还要多 圆脸的人看起来天真、可信任 如果你是这样 你很可能是大工无私 且总是把别人的需求放在自己的需求前面的人 而且你很可能更会打憨 如果你的脸是漂亮的椭圆形 你肯定是个外向活泼、非常可爱的人 你总是知道说什么能让别人放松 窄额、宽下巴的三角脸是最罕见的脸型之一 它会让你看起来很强大 你充满着动力、有决心 注定要统治世界 与此同时 你也很有创造力、富有艺术感 也很容易崩溃 如果对你而言 甜的东西吃起来比常人感觉的更甜 咸的东西吃起来比常人更咸 你可能是世上25%的超味觉者之一 这种超能力是由你舌头上额外的小点 也就是味蕾所赋予的 超味觉者通常不吃青花菜、高丽菜、菠菜、葡萄柚和咖啡等一般的食物 因为这些食物味道太苦了 一般的辛辣食物对它们的味蕾来说太辣了 不过这可能还是比无味觉者更好 当食物吃起来仿佛没味道 不会给你带来任何乐趣时 就代表你是无味觉者 如果你的眉毛很长 代表你是个很棒的朋友和倾听者 也很关心他人并乐于给予帮助 你不怕责任能轻松处理各种大型任务 你也很好胜 眉毛系的人总会自我怀疑 对自己的每一步都小心谨慎 他们很在意别人的看法意见 即使知道自己是对的也是一样 如果你眉毛很粗 你肯定是个自信且机智的人 你不喜欢把精力集中在一件事上 当有人试图阻止你时 你甚至会不高兴 你很活跃且思维超前 眉毛又高又弯的人 通常不是那么好亲近 他们喜欢和别人保持距离 但其实他们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 才能自在地与你相处 他们追求完美也很有品味 如果你的眉毛略低且靠近眼睛的话 代表你很随和 很容易跟别人打成一片 你总是说话算话 你也喜欢帮助他人实现他们的目标 如果你的第二根脚趾比大脚趾更长 那就是说你有所谓的磨盾指 就像自由女神那种脚趾 这在某些地区很常见 但在某些地区则很罕见 磨盾指会影响你的姿势和走路方式 你最好尽量穿脚趾处又高又宽的那种鞋子 以免脚趾被挤压到 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你可以做些游泳和骑自行车运动 这也有助于你放松足部的紧绷 足弓高的人独立自主 如果你足弓较低 代表你可能是个外向的人 需要有人陪伴才能感到舒适 如果你的脚趾长度都差不多 整体而言脚底很宽的话 代表你有个甜蜜的罗马脚哦 你生来就是要周游世界 探索新文化 你性格外向活泼 很容易交朋友 如果你的脚特别长 大脚趾特别细 代表你可能是那种深思熟虑型的人 你的情绪起伏大 有时会做出意外而随性的决定